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奇杰 今天终于做一次的教学 有一阵子就没有做过教学 我最近在我的视频里 如果大家有看的时候 我都开始加了一些字幕上去 因为我发觉 如果是一些外地的人 或者是台湾 内地的朋友 他们都想看的时候 他都发现如果有字幕会有很多 所以最近我都花了一点时间 去加一些字幕上去 所以我今天的 tutorial 就很想去教大家 很方便快捷 而且又很便宜的方法 去做一个字幕 虽然你说很方便快捷 但是真的要上字幕 一定是要有些时间的 其实在YouTube上 都已经是有一些字幕的 加插功能 不过我就 可能我未能领略到 如果大家能领略到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去分享一下 可能他都很方便 不过我就用开 有一个叫做 Add Time 这个Add Time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是免费的 这个是免费下来 就可以去应用 先说明 这个不是一个贊助的一条影片 完全都是我使用上 觉得是挺好的 跟大家介绍和分享一下 不如我们立刻进去 好吗? 就看看这个Add Time 是什么 好了 我们看看这里 其实这个Add Time 基本上就是 它近期 我都发觉是更新了 我以前 去做Add Time 以前 就不是Add Time Pro 现在它更新了 那Add Time Pro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它加入了很多 一些其他 比较高阶的功能 还有它会有一些 付费项目 不过这个付费项目 就是如果你用到它 才需要 例如付费项目 例如增值服务 这里就写 例如说 如果你有语音识别 又或者是 有自动 找一些Soundtrack 去帮你加字幕 它就会收费 收费呢 它也是 一元 我想是人民币 一元就是一百积分 它用积分算 之后 它就会是 例如 例如 如果你是立刻 自动 帮你 去找了时间 和音速 的时候 去加一些字幕 它有分的 普通话50分 即分 英语 83分 其他133分 类似之类 我不在这里长解 因为 我就 就不会用到的 因为我就是贪它有免费 我相信大家 如果够用就OK 它一个简单的上字幕 方法 其实已经在 所以都不需要你这些东西 如果有需要 当然 你觉得是OK的 那 你就可以去 搞上去 还有我想说 因为 在普通话上面 如果是说国语普通话 你上书面语的时候 就会快些 方便一点 我们粤语就麻烦一点 因为我们很多的字 词词 又或者是我们平常说的 那些 如果你要语语出来的时候 就识别是比较难的 好了 那我们就说完这个 那我们首先 就在这个 ArtTime 打开它的网址 我们在这里 就进行 它自己的 安装 在这里安装上面 有分 Windows Mac iMac 或者Linux 是这样的 那大家都可以 去自己选择 我都安装了 不过安装的时候 有个小技巧 我教大家 那因为它安装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教学教你 那你安装下去的时候 它会 你要自己 允许它下面的任何安装 如果不是的时候 都蛮麻烦 因为它都会 就是会弹出 你程式损毁 之后就叫你 删除它 那这个是 它自己 就是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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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保护 程式 安全的问题 那所以呢 它其实你下载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看 如果你下载 如果你下载了的时候 它是会有 它是会有教你的 那如果譬如说 你损毁了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加个废纸箱 因为它会加你废纸箱 那其实它都对应了很多 就是iMac的iOS 那但是呢 现在呢 如果是最新的Mac系统里面 它看不到任何来源 那我之前 我这里都是没有的 那你照顾它 它进入中端机里面 再打回这一句 之后呢 打回密码 就可以安装 那你千万不要丢掉它 我最初都以为 咦 搞来搞去都没有这个 是不是我 就是我 就是这台机太新了 那OS太新了 所以就搞不到 那原来不是的 都可以的 不过自行 调整你的风险 那如果你是觉得 你是可靠安装的 那你就安装了 好吗 那我们就继续去 介绍一下这件事了 给大家看了 那好了 那应用上面呢 你下载了之后呢 基本上呢 那我们就先打开了 那我已经打开了 其实已经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Art Time Pro 那我先放大 好了 放大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版面 其实都很简单 这里没有东西了 那上面呢 其实很多功能 那有几个方法呢 可以开始的 首先你可以将那条片 你预备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你的片子 就是你制作好 拍好 剪辑好的一条片 成片 那之后呢 你就是有一些 就是对办 你的字幕的稿 文字稿 那你这样东西呢 你呢 才可以去到肉 喂 加热 多谢你们啊 那呢 那就是 要预备这样东西的 那就是导入文件那些 那我就 那我就 很快的 拖拉的方法呢 就已经是可以的 那我们找一条片 出来先 那我刚刚呢 就录了一条片呢 就是关于自己的 音乐频道呢 就唱了一首歌 那样 那用这个呢 去到示范呢 就最方便的 那因为 就是 那个间距呢 就不会太密 那就是去找一些 歌词都很快 那不用经常打 那那 那把这条片呢 那我就 那我呢 就放回去呢 就是里面 然后呢 基本上呢 你会发觉 它已经是 在这个 时间轴的上面 已经有了 那你呢 就按回 space bar 那呢 就会 play到出来 好了 那这些文字上面 是怎样做呢 那这一边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 編辑文字的稿 的地方 的 那你就 单击 按了它 那之后呢 基本上呢 你一是在这儿打字 那打中文 英文 那也没问题的 那 那如果呢 如果像我那样 那 我去拍一些 一些的 比如一些 开箱评测的那些 那我就会用一个 就是 我打字 可能比较敏 但就算是 就是现在 手提电话呢 就是超级方便的 因为呢 它有语音输入的嘛 那我呢 就会这样做的 就会 自己剪完整条片 那之后呢 就真的要 给点心机 就逐句 看到 之后呢 我就逆翻做 书面语出来 就讲 那就是逐句逐句 就是这样做 如果是半个小时 有时都挺花时间 但是有语音 已经是算 是帮到很大忙的 那如果有中间 有文字改 就要改 所以定正回的时候 就是再弄些文字稿 在个 这个 这个 避忘录那里 那里 之后呢 立刻呢 在个避忘录里面呢 那我会立刻 即是 云端升上去 那我把 copy and paste 放在这里 那我这里呢 在这里示范呢 就简单小小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首歌呢 是李克勤的命运符号 那么 挺好听的 大家如果未听的话 可以在这里 不是这里 去听听 好吗 真是 多谢你们支持 那我们看看里面 如果是去找歌词呢 那我 基本上呢 就 我已经 对了 那你就打 这首歌 命运符号 之后呢 就已经有很多网站 有这些歌词了 那我在这里 就highlight 一些歌词 那我上去 譬如 这里 下到这里 那符号当然不用了 那我就copy 之后呢 去回art time 那里 按回这里 按回paste 上去 那你 每句歌词在这里 要收拾一些位 那你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说 你上字幕的时候呢 它会逐行 逐行 逐行 这样呢 就会去上字幕的 所以呢 你要排位的时候呢 你记住 每一行 每一行 这样去 那就不要整篇 很长 那你就上不了 那所以这些 就是 有些行数多了 的 那我们就要删除它 那我们就要删除它 那先收拾一下 那些符号不爱 那中间的广告 那不爱 那因为上字幕的时候呢 你不会看到的 那 OK 那 那你要自己 run一次的 那我这里是简单 就是几句 它有 repeat 那我就 不在这里 就是详细地做 那跟着之后呢 就怎么做呢 很简单 那其实呢 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Art Time 其实基本上呢 你有几个位置 第一个呢 就是你记住两个位置 可以了 箭嘴这个位置 那箭嘴位呢 就是选择 选行 那其实Art Time上面呢 这个下面的位置呢 那基本上就是 我们的时间轴 那你可以呢 将它呢 就是 就是拉 就是旁边呢 这里有个位置 那就是 就是縮小 或者是放大 那之后呢 你就可以呢 将这些音轨呢 就去 就是 放大 或者呢 拉回窄少少去 那这个音轨很有用的 因为上字幕来说呢 你会见到 你讲话那里 是哪一道 那你就会停顿位 所以呢 就认住音场 就会好些 那就 好了 那这里呢 另外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最重要的 在这里 这里呢 就是一个的 快速的 上字幕的方法的工具 那我基本上呢 就有两个方法呢 就会去用的 那这些 都不是一个 是Pro要收钱的方法 所以呢 是很简单 第一个方法呢 先示范了 就是呢 你首先呢 就将这个选取工具呢 变成为这个 上字幕的工具先 那你就会发现 一按的时候呢 第一行 我们呢 在这里呢 看到第一行的 这句 就已经是出来了 那就是说 它这句已经准备了 你放在哪里呢 那你就放在时间轴上面 那你先听回 你第一句那里 在哪里先 那我们先看看 前一点 好了 差不多了 那呢 那呢 由这里开始嘛 那呢 你就一路呢 打横呢 下 在这里 打横 那一路拖过去 那你可以一路play的 好了 第一句到这里嘛 那我就放回手 那其实第一句在这里了 那我 放完手指第一句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出了 第二句的歌词出来的 那第二句歌词那里 就是第二行 也都是这样做的 由这里开始 好 第三句 第四句 跟着下去 好 好 那我这里已经有四句了 五句了 sorry 五句了 其实已经很快 很快很方便 那如果你譬如说 有些细締的 你就再看 那你再看 那你再看时间轴 一路playback先 这样 我们按之前那里 我们去回spacebar 好了 见不见这里 已经有了 好 好 你发觉 咦 我想有些少少修辑 因为刚才我去摆的时候 可能有些地方是太长 你想短一点 那我们先按这个 选取工具 那个箭嘴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改的 那这里呢 你可以拉回短它 对吧 刚才太长了 拉回 拉回短它 那我们可以 再听一下 咦 咦 我以这里呢 出得太慢了 那我们呢 可以把它整个 移都可以的 整个移 那也都可以的 那我们再看 OK 那就可以了 那我发觉 咦 我想有些修改 就是说 咦 咦 我打错字了 或者是那些字 我想改一改 那你 double click 这一格里面 那其实基本上 在这里呢 就已经改了 譬如我这里呢 我不要那个 就是间距 或者呢 我后面呢 就加两个感叹号 这样 OK 这样呢 那我按 Enter 这样 基本上呢 你看回的时候呢 你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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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调整的时候呢 也是很快 很方便的 那你另外呢 有个发觉呢 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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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除了这个方法呢 就是你慢慢 跟一些音轨去调整 之外呢 那其实有一个方法呢 是我会用得最多的 那也是这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呢 刚才我们选择这个 开始输入这个 这个 字幕 这个按钮先 那之后呢 你会看到呢 我先停在这里 你见到呢 它的文字上面呢 就说 可以拍打J 和K 这个按钮 这个按键 那就可以呢 做到刚才上的字幕的效果 这是第二个方法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 劍本上面 劍本上面 这个 J 和K 这两个按钮 那就是交替打 那就是说 按完这个 再按这个 按完这个 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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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按死它呢 就会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 试一试 下一句呢 从前之心那里 那我们 准备了 手放在J 和K 这个按钮 先来 好了 来了 那我按了 看着这些字 是不是这句呢 好 转K OK 放手 放下去 再按 再按 再转 再转J 那这个真的很方便 再按 OK 你会发觉上面的字幕那里呢 就会一路少下去的 就是上面一路一路 移动下去的 好 先到这里 那你会发觉呢 一路打的时候呢 它一路字幕一路一路移动上去 就是一路少 因为你放了下去 由上面抽取到 到这里 所以是很方便的 那你会看到呢 你会看到呢 只按两个键 就是你一听到 按J 一路去到想要的地方 按上来 就换另一个键 K 整首歌你都是这样做 还有呢 可以有一点微调 譬如我刚才听到的时候 我发觉 这里慢了 那我呢 又是啦 按下去 那我们就 拉回少一点 那这个呢 你看到音场嘛 那笔字应该是在这里 这一条那里 那我们呢 譬如呢 这个有用了 为什么呢 先放大 先放大 这个是笔字 那我是笔字要出的 那我们再探过来 这样 那我看准不准 好 非常好 那我们看到 出的时间是对的 那我们先示范这几句 那好了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上了字幕了 但其实这里 已经是 叫做 我按一下这个选取 按一下 那我们呢 看到这里 其实基本上 就是一个字幕的preview 那你会看到 但是 咦 我认识呢 就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 改的 那这里呢 A字就是改字体 那这里有几个Default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旁边呢 就已经看到了 譬如说 这里是普通的字 那这里是一间阴影 那这里是有个box 圍住它 那这里呢 就是 这边的阴影 那边的阴影 那些有闪灯 那样的东西 那我通常都可以用第一个 就是简单一点的Default 那就可以了 那按两下按进去 那你有一些设置呢 就可以改的 那它现在呢 就会是 Cap 了这个图出来 那这样 字样在这里 那你可以呢 就改变呢 你的字形 那 譬如我选择 中间 又可以 那这样 通常字幕呢 如果是可以放中间的 那你应用到了 按了出来 那呢 它就会更新了的 那你 是不是 大隻了 那你记得那些字呢 已经大隻了 那其实这个已经是普通的感觉 已经是非常方便 好了 那其实 差不多 说完了 就是说 你打了一些文字 然后呢 就用刚才拍打的方式 又或者是拖拉的方式 那你把它收拾 好了 最后呢 就要outport出来 那你输入的时候 就有两个方法 那我刚才说了 一是拖拉 一是就拍打 那另外呢 就是说你outport 即是 出来的时候呢 那成品呢 你可以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直接给arttime 就是它去 即是 拖片出来 你就可以用得了 那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 那我们去到上面 有个倒出 这里 我们来看倒出 那这个倒出 你见到已经很多 不同的方法 那我刚才我说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去弄回arttime 直接弄回一条片出来 那这个呢 就是我平时都会用的 就是标准MP4 那下面这个编码呢 就是H265 那高阶小小的都在 那我们按回呢 标准MP4 MP4 可以了 然后呢 它有些设置去选择的 那是画质教好啊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中等啊 preset啊 是不是这样 那通常我都不理的 如果用了这些方法 那 就这样按开始编码 那它呢 就会 开始在这里 就是 自己做一个 自体压缩 或者是 弄回那段 东西出来 那我们 待会 看看它 弄回 效果 是怎样的 啊 还有呢 这里呢 我想跟你说多一点 不好意思啊 那这里呢 有个 刚才不是讲自体的 那我们刚才看到 那些自体呢 淡出淡入的 就在这里 那些自动淡出淡入 那些不要自动 那你就可以 勾回 那如果你想要 就是慢慢 好像有些 淡出淡入的 那我们按回去 那你会看到呢 其实它 出来的时候呢 就会有些 那就有淡出淡入的感觉 是不是 那你待会 你做了一条片出来呢 你都会是这样 看到的 那我们 转头看看 好了 那它呢 output 完了 那 export 出来的时候呢 那它呢 那它的 file 名字 那之后呢 就会变成video 的export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那我们又看到这段影片 不如看一个效果 是怎样的 好 按回play 那我去回刚才的字幕那里吧 好 好 好 那效果呢 都不错 那这样 其实呢 也没有影响到一些画质的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这个是 4K的画质来的 那 都不错啊 那这样 其实就已经很方便了 那你就是说 你这条影片呢 就已经可以 放上youtube 那所以呢 这个方法 一呢 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说 你在arttime 里面 弄一些字幕 就由它去帮你 直接上去字幕上面 那之后呢 就用一条影片 那记住是要先做一条影片 好了 那第二个方法 那我们刚才说的 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就比较 就是说 进阶一点的 因为呢 你是会用到 你后期的制作的 那我们回到这里 那我们 刚才呢 我们去回 这些版面先 好了 那我们呢 我们呢 刚才呢 就做了这些字幕啦 那之后呢 那我们就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说 进去按 導出 那我们就有很多 剪片的Software 你是可以去选的 那 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 是后期制作的 那我们呢 就 选回 Final Cut Pro 10 因为我是 Final Cut Pro 10 那这里有两边的 我们选回 XML 的file 那因为呢 这个呢 是上字幕的 那我们 先按下去 先按下去 好了 之后呢 它是一轮的setting 这样 你自己调一下 譬如我们的影片是4K的 那你再调一下 那其他的细节位呢 那自己再看 那我在这里呢 就不讲了 那我们就按 开始 它呢 就会 去导出 这个 XML 的file 那这个呢 就快很多 的 因为它不是 做一条影片 它是做一些字幕 上去的位置 那 好 那 搞完了 那你会发觉呢 这里呢 是一堆东西来的 那 它可以变成 一个 PNG的档 那 看看是什么呢 PNG档 就是这里 一幅幅的 那我们现在 去Final Cut Pro 就是要这个 XML的字幕 档 字幕聚跌档 那你会看到这个 那我们呢 有这个档 我们就可以 回到Final Cut Pro 那我们去Final Cut Pro 那我们去Final Cut Pro 那这里呢 我已经开了 就是呢 之前我Edit了 整条片 那条片 那条片 就是一望远画鬼 那所以呢 就是画鬼拍摄的时候 一条过 所以中间没有Cut 所以呢 就简单一点 可以看一方面一点 那我们首先呢 就怎么加字幕 那你现在没有字幕的嘛 那我们加字幕的时候呢 就是呢 就是呢 去回 上面的File 跟着呢 之后呢 就按回 Import 那我们Import 看到刚才我们 XML的File 那我们按回 XML 好了 就找回这些字幕先 那我刚才呢 就放在 Dash Top 的 我Save的时候呢 放在 Nest Top 所以呢 命運符号 XML字幕 这个 Double Click它 好了 跟着之后呢 那这些就 不用理的 好了 那之后呢 你就会见到呢 它这里呢 就有一个 就是一个 項目出来 有个Event 那我们呢 Double Click它 Double Click它 Double Click它呢 Double Click它呢 大家在 Final Cut Pro 里面呢 就会见到呢 就是这个有箭嘴 这里没有箭嘴 就是之前呢 还有一个Project 在这里的 那就是刚才 我这首歌的Project 那后面这个呢 就是刚才 刚刚开的 XML字幕最列 那我们先看 你会见到呢 那我先放大它 那你会见到呢 前面呢 有一个空白的 那这里呢 就先开始有字幕 因为刚才我们做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 才开始有字幕 对吧 那我们先看看那些字幕 那这些字幕呢 那我们刚才 我们设定了 放在下面 那之后呢 你会发觉呢 是这样的 这里连接 好了 那它一路过的时候 因为这个 只有字 所以大家 你听到音乐声 你会发觉呢 没有淡出淡肉 各样的效果 那其实 就是 就是为何我们要那么麻烦 在Final Cut Pro 又要再做呢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剪片 在Final Cut Pro 弄一些字幕上去呢 你的 彈性是大很多的 因为呢 你可以改变字的位置 自己随意改变 又或者是颜色 又或者是 就是它那个 就是过门的方法 就是 就是 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 厚制到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 做了它先 那我们比如说 想改变 这个字 我们想 不在中间 或者想大一点点 那我们按回这里 那我们看回这里 那我们 那我们 去回这些字的 位置 里面 那我们呢 在这里呢 就是Position的位置 那我们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字呢 我就 放回 旁边 这样 放回旁边 好 放回旁边 还有呢 就是你改变字体 那些 就自己去 就是试一下 那样 那样 我想小一点点 啊 这个高了 那我们在Y 轴 那里呢 就调下 好 我当是这样 那你第一格呢 你做了 那你后面那些呢 你还没做的嘛 那怎么办呢 其实就很简单的 那我 我先收拾一下 时间轴 好了 那我们第一格做了 我们压力第一格之后呢 就按 Copy 好了 我按 Command C 就是这个呢 Copy Copy 按了Copy 好了 之后呢 我们就返回 我们想其他的都是这样 那我们选择其他的 之后呢 在上面呢 Edit 这里呢 会有一个Paste Editives 那我们就 按它 就是说我们要贴上 一些什么的属性呢 那你们可以选择的 那我们刚才 我们Copy了一个 就是一个方法 那之后呢 之后呢 我们就说Paste 那些属性呢 譬如说 刚才我不是教过它的大小 教过它的位置 那样 那我将所有 刚才的highlight 那十一段片段 就是十一段片段 刚才我们呢 就转了这两元 就按Paste 一次过呢 你发觉呢 我们就弄完了 可以吗 那就是 所以呢 就一致一点 又小了 又在旁边 那你们 就可以呢 随便呢 就自己呢 去 教你们自己 喜欢的 方法 那我们教完了 这个位置 那好了 这个最重要 一个步骤了 就是说 把所有的字幕呢 就放回到我们的影片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教了字幕的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将它全部呢 有一次过 highlight 它 包括这一部分 为什麽呢 这个呢 是顶着最头的位置 那你就不用那么投行 不知道 由几格开始了 那我们呢 就按 command c 就是copy 都是 copy 或者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那我按 copy 好了 好了 copy 完之后呢 在前面的箭嘴 按回 去回刚才那个project 我们去回最前那一格 零零啊 这里 那之后呢 就按回Ctrl V 就是paste 那我们在上面 paste 看到呢 它这里呢 已经是有些字幕 在这里了 是不是 paste上来 那也都因为有刚才 第一格 那所以顶着了的时候呢 它也都认回一些位置 就出来了 那说的好像很复杂 但是其实 就很快的 就是你 改变第一个字幕的大小 之后呢 我们就copy and paste 回上去 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看效果 好啊 好了 那就是说 这里的时候呢 你仍然都呢 那我先放大它 那 仍然呢 都有个空间呢 就可以呢 把它呢 就是拉前拉后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后制是方便很多 那还有呢 这里没有淡出淡入的嘛 那我就想 Fay in Fay out 那时候呢 我又是 很简单啦 它都打亮了 那之后呢 就我们可以 去选择一些 自己想要的 Fay in 譬如我这个 就是 淡出淡入 按它 那之后呢 我们再看看 好了 那你就看到呢 它有淡出淡入的效果了 那就是说 在Final Cut里面呢 去教一下 就已经可以了 那之后呢 就一如以往呢 就用回你自己的方法呢 跟着之后呢 在Final Cut Pro X 里面呢 就自己呢 就自己呢 Export 一条片出来 变成你自己喜欢的格式 那样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基本上呢 Art Time呢 就很方便的 那么 总括而言 它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 输入文字的时候呢 那你呢 啊 不是应该这么说 你要预备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你的片子制成了 第二呢 就是你的字幕的文字档 那有这两个东西的时候呢 Art Time呢 就会帮到你 那你上字幕的时候呢 有两个方法也是 那也是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用回这个按针呢 就是去拖拉 是你对的位置 也都可以做微调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说 按J和K 这个按键呢 就互相按住拍打 那这个呢 我最喜欢的 最快的玩位 那第二 另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 你有两个方法呢 也都是两个方法 就是呢 去将这条片呢 就导致回来的 第一呢 就是Art Time 自己弄回这条片出来 你就可以用 又或者呢 好像刚才我说 我们呢 可以export 给你自己的剪辑工具 譬如我 Final Cut Pro 10 接着呢 我就去回XML的档案 接着呢 Copy & Paste 回到这里 这样就可以了 一会儿好像说了很多东西 但其实 都是很想介绍一下 这个 这样有用的 软件给大家的 那我都知道呢 其实外面 还有很多的方法 就是可以上置目的 那不过 人的惯性 如果找了一个 好比较简单 而容易上手的 得心应手去做的时候呢 那就懒得去用其他的 那我都知道 就是刚才我说 YouTube都有的 那不过 我认为YouTube有些 又有时间 又要拖拉各样的样子 就是 有点烦 剛才我拍打的就很快 如果我懶的時候 我可以不給Final Cut Pro 我直接在這裏 在這裏做這條影片出來就可以了 毫無疑問的 做字幕 真的看的時候就爽一點 因為你有時見到我說話都這麼快 或者是太長的時候 你看到大約是什麼就可以 還有其他國家的人都可以看到 在這裏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 這個Tutorial 就到這次為止了 接下來的時間我都希望 盡量每條影片都有這個字幕 譬如像這條影片那樣 我一會兒要做一些字幕出來 又是要對著電話去做語音輸入 做這條影片的字幕出來 希望幫到大家 我是奇仔 希望大家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不好 希望 我不其然都會在 Legmatic Time那裏 聽到 叮 有一聲 就有你的Subscrib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